一百零八级 一旁李建成皱着眉头道 陛下 为何咱们不跟着太家了 李太心笑着道 这已经是极限了 再往上涨 没有太大的必要 李二宁试着他道 你其实 压根就不像首领了 对不对 李太压然 谁说的 我收啊 没看到我开始一直在叫价吗 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 所以才挺手不收而已 李二却瞅着他 半嗓 不吭声 李建成李元吉 此刻也回过味来 盯视着李太 这不对 刚开始这牙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开始明明说的是 皇家粮食刚刚设立 怎么能一斗米都不收 这不是给别人看笑话吗 现在改口了 不可能了 三人心神一灵 这小子 能轻易改口吗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 李渊现在能昏着唐斗在屋子里 所以说 打一开始 其实李太根本就不想收粮 只是想着哄抬粮价 让五星期望收粮没有那么顺利 所以现在回头想想 若是李太不出手 五星期望还真就能用 十八文钱一斗的价格 从百姓手中收到 不知道多少的粮米 而现在 五星期望再想收粮 至少要一百文一斗 这其中的差距 大了不止是一点呢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不由同情起 五星期望那几个老头 这下 该他们难受了 龙溪李师傅弟 听到皇家粮食 不打算收粮的消息 七个老头外加一位 河东道四使 围坐在石桌旁边 一个个头皮发麻 王平喃喃自语道 一百文一斗收粮米 王某都想把河东道的粮 全都拉到长安卖了 七个老头瞪了他一眼 王宇怒声道 现在说什么风凉话 老夫几个人这样做 还不是全都为了你 真是为了我 王某善笑了一声 心中却是不相信 这七个老头 更多的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吗 只要能收到足够的粮 等到蝗灾来了以后 再高价抛售出去 足以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李庆望着李昭 有些心疼道 李兄 现在城里百姓都开始卖粮给咱们 一百文一斗粮 咱们自己卖给朝廷得来的二百多傲管钱 能收一千六百万斗粮 不划算呢 其余六个老头身以为然地点头 要知道他们卖粮之时 是八文钱一斗卖给小皇帝的 现在却用一百文一斗再回收 两者相差了足足十七倍 李昭摇了摇头 语气质地有声地说道 再不划算 现在也要收 皇宅消息一旦传开 你们觉得一百文一斗米 能收得到吗 到时候两米 就是有价无事 趁现在能收多少算多少 等到查安城听闻皇宅消息啊 咱们手里这些两米 多少钱都买得出去 想赚钱 眼光啊 要放长远一些 好 听李兄的 李庆摇了摇牙 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点头 王平急声道 李叔 那小植我呢 河东道也缺粮缺得厉害呀 李昭片头看了一眼王平 沉声地说道 收来的粮 我们会给你留一部分 叫你带回河东道 到时候 你知道怎么做吗 王平神色一袭 连忙道 小植 自然知晓 到时候小植啊 会尽一切可能 用粮米去换百姓的甜 换来的甜 咱们三七分 用的那些粮 小植也会日后想办法 悉数还给李叔 李昭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哼 如此可叫啊 长安城中 长安城中整整一日 到处都看得到身影 五星期望收粮的消息 宛若狂风一般 席卷整个长安城 百姓们疯了一样 拿着家中的鱼粮 不停地去卖 一斗一百温 这粮价 简直高到天上去了 仅仅一天 五星期望 加起来收到的粮 便已超过预期的 一千六百万斗粮 最终 七个老头咬了咬牙 再次自掏腰包 凑足了数 收了整整三千万斗粮 原本空荡荡的粮仓 再次如山堆积 七个老头视察了一遍 各地粮仓 老脸上露出欣慰笑容 再过不久啊 这些粮食 那就是钱 一日清晨 百姓们经过昨日收粮 一个个脸上 露出欣喜表情 见到熟人便是询问 你卖了多少钱呢 不多啊 只有两罐钱 两罐钱 那就是一千六百万 你有十六斗的粮啊 你卖了多少啊 我才卖了四罐钱 全家鱼粮啊 全卖出去了 那你更发财了 笑谈声此起彼伏 尤其是长安城主城 明德门外 百姓们扛着锄头 脸上洋溢着开心 一边朝着各自田地的方向走着 一边小声交谈 忽然 刚刚走到明德门外的百姓们 察觉到一丝的不对劲 往日清明的城外 今日竟有好多一山蓝绿的流民 而且视野的信头 不断出现流民的身影 有人忍不住的好奇问道 你们打哪来的 被问话的中年流民 面黄棘手 一双眼睛无精打采 声言沙哑道 我从山南道来的 山南道 那可是中南太华之南 东街京楚 西迭龙鼠 南控大江 北巨山华之山 距离这里 有好一段距离 驻族的百姓们 一阵的错了 有人困惑到 山南道那边 怎么了 出黄灾了 漫天的蝗虫 褪饰庄稼 那里已经不是 人能待得下去的地方了 不然我又怎么会 从那么远的地方 跑到长安来避难 但恐怕 黄灾 长安百姓们 眼珠子都瞪大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有人心思细腻 听到他后面的话没说完 便忍不住地问道 你说的恐怕什么 那名流民哭丧着连道 恐怕长安也保不住了 我从晚上过来之时 在这周边 已经看到不少蝗虫 落在地里 开始啃食庄稼了 听到这一话 明德门外驻族的长安百姓 脸都白了 有人声音发颤道 不可能吧 昨天我还去过田里 都没碰见过蝗虫 你肯定在说谎 说着那人急匆匆地跑向自己的田里 有些人同样不疑 有些不相信 然而很快 那个人又慌张地跑了回来 惊恐大叫道 黄灾 黄灾真的来了 隆西李氏腹地 好消息 大好消息啊 黄灾神色激动地走了进来 黄灾 来长安了 正坐在庭院之中的几个老头 听到这话 奇奇地站起了身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李清清叫道 来得这么快 卢虎搓着双手 好啊 果真是大好事啊 黄灾对于百姓而言 不斥于一道惊雷 天灾降世 面临的可能是千里饿瓢 甚至连他们自己 都可能因为没有粮 而面临饿死的困境 但对于豪门望族而言 却是赚钱的机会 尤其是五向期望七个老头 昨日才收购整整三千万斗粮 今天就听闻黄灾的消息 那哪能不激动啊 王宇激动道 李兄 怎么可以开卖了 你来说说 怎么该如何定价呀 李昭双手也是有些发展 眼眸明亮不已 天赐良机呀 昨天还在心心念的黄灾 却不想今天就来到长安城 安纳住激动的情绪 深吸了一口气道 先定价一百二十文 皇宅才刚刚开始 尾巴价定得太高 小皇帝手里的两米 还没拿出来卖 咱们也要看看朝廷该怎么做 七个老头点头 纷纷说道 好 听李兄的 就定价一百二十文 王平在一旁跟着点头 心中对李昭佩服的不行 幸好昨天有收购良米 若是晚上一天 在黄灾传遍之下 再想收良 恐怕没那么容易 秦王府 庭院内 听到沈炼急匆匆带回来的消息 李建成里二李元吉 神色巨变 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你说什么 禅城 有黄灾 这怎么可能啊 神炼神色凝重 抱拳道 禅城外 来了一些流敏 大多是从山南道来的 从他们口中 得知蝗虫消息 莫想敢保证 此消息千真万全 休得一下 三人匪夷所思地望向离台 满眼震惊 若是换作以前 他们知晓黄灾消息 早已不淡定 但现在三人却感觉 黄灾来了 好像也不是一件 不能处理之事 要知道 李太前些时日就开始收良 现在长安城各地 粮仓中的粮米 早已堆积成山 别的地方不敢保证 但长安城的粮 绝对是绰绰有余 三人不由道 吸了一口粮气 这一切 打从一开始 就被李太算计在内了吗 他早就知道 蝗灾之事 这怎么可能 而此时 李太克制瓜子 丝毫不紧张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蝗灾之事 他早在前些天 就已经猜到了 现在蝗虫飞到长安城 而且隐隐成患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经过这些天的酝酿 也不过是在今天爆发了 李太责了一声 五星期望那帮老头啊 运气真好 若是蝗灾的消息 在昨日传遍长安 他们想要收粮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 哪怕价格烘抬得再高 也绝不可能收到 他们想要的数额 那还等什么 赶紧卖粮 忽然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众人回头望去 只见李渊穿着一袭长衫 板着脸 从屋子中走了出来 父皇 父皇 李建成李二李元杰 连忙所依 李太眨着眼睛道 黄爷爷 你怎么出来了 不再睡会儿 朕那是想睡吗 还不是被你打孕的 中途不是没起来 结果每次刚醒 朕在他边的曹正纯 就给他来一巴掌 把他再次打孕 整整一天一夜 他就没从踏上起来 差点以为自己废了 李渊看着他 就心中来气 怒声道 你还有脸说这话 等会儿再和你算昨日的账 清雀 你去时说来 是不是早就知晓皇宰之事 李太一脸无辜道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个屁 不知道你收梁 谁信你啊 李渊 吃消了一声 随即陷入沉思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天听 明天听 你